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流行 它就是相对于妹妹 她是一个姐姐嘛 那爱是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安妮塔 然后又写情感的书 所以就叫预解爱 哦 你写到了你这个离了婚 是 对吧 那你还对婚姻有憧憬吗 还想再见 非常憧憬 就是个傻 还想再要 还想 还想 当然就是 哪怕再离 别这么说 离了之后你就比较了解说 其实我不太喜欢怪别人 我是觉得说当时可能自己不够 对自己不够了解 你对你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是你的对的人 你比较不够了解 所以我其实现在呢 稍微沉淀之后我就发现说 好吧 不要急 等到你 你开始把自己需要什么 你的生命当中的priority就是排起来之后 优先顺序排起来之后 其实你比较容易遇到 你真正的那个对的人吗 哦 真正的 我听那天是听谁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你碰见真正那个对的人呢 有一个标志 就是说啊 你觉得你变得更好了 现在人老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整个人都不好了 说看见有些情况就觉得现在爱说什么整个人都不好了 那么也就是说你要是找到对的那个人呢 就是说你觉得各方面都好了 对 甚至气色都好了 就是我没有见过好的 但是我当然体验过让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世界上真是有一种孽缘的 很相爱的两个人 但是你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啊 好腿了 就是弄得你就 而且你这个人变得更饿了 对 我可能我觉得我怎么 我怎么人性当中一些坏的东西啊 被刺激出来 真的是有这种体会 所以人家说你喜欢谁不重要 你重要的事情是你喜欢跟谁在一起的时候的你自己 对 我经验过那种 就是说哎呀 我觉得我好爱这个女的 可是怎么我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恶魔 当然我归咎于她也不对 咱们不说这个了 咱们说点正经的 就是说这个犯恼爱 欲解爱 欲解爱 她这个台湾美媒啊 是政大新闻所读过博士班的 所以她给我们带来一个话题 真的我们以前还真没谈过 但是我觉得可以谈谈 陆生 陆生你知道吗 哎 你知道前一阵有件事吗 王金平 在台湾一个大学 发表这个演讲 你听到这个新闻吗 好像是他在说到两岸的时候 说到了一个什么 什么专有名词 当时台下就有一个陆生 大陆的学生站出来 说你说错了 你应该说什么什么 具体我忘了 好像关于这个国籍啊 这些问题 对对对 哎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陆生的存在很有意思 每年台湾现在有多少个陆生 现在 现在为止 现在应该是5881个 就是有学籍 正式学籍的 现在是5881个 但是2011年 也就是四年前 台湾刚开放陆生去取得学位的时候 当时开放了1265个 但是有些人就没有来报到嘛 所以最后报到 我记得是980几个 哎呦 真是 你学数学的吧 没有 我特别做了一下功课 那你为什么想谈这个呢 我觉得它非常的有趣 因为我当时在政大博士班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班就有人民大学来的 非常自由的一个女孩子 她来 她当时是不是正式的学生 她当时是交换学生 我们会发现说 哇陆生念书都非常认真 非常拼 然后那个拼尽是 你几乎没有办法忽略它的存在 然后你就会被她激起那种 好像该开始认真念书啊 就是那种感觉 那还有就是我去上统计课的时候 我们班的陆生 她说 其实我已经在大陆都学过了 全都会了 到多变量全部都会了 我说那你还来干嘛呀 因为我其实是一直学不会 所以我一直一直去学 她就说 没有 我就是怕我有什么东西没学到 所以我就特别来台湾再学一次 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你的这个也是符合我 我听到的一些台湾朋友的说法 因为我是大陆人 咱们还整天觉得大陆现在的学生不好学习呢 或者说乱七八糟呢 其实呢 你相比之下台湾学生现在都已经堕落成什么样 你知道就是我听好几个就有人说 说大陆的学生 我以为他们要讲陆生的坏话 其实不是 他是包括台湾的老师 说我怎么讲课的时候 那个勇于反映老师提问 甚至敢跟老师这个讨论的 往往都是大陆的学生 这个好奇怪啊 不奇怪 那台湾学生什么样呢 台湾学生他的特色呢 其实是我们除了那些真的不念书的 我们不讲 那其实有一票非常优秀的学生 他们其实是这么说吧 其实像在研究所的时候 我跟老师聊过 老师说其实台湾学生很习惯 我们只要进研究所 我们就是自己备课 自己导读 他有点像saminar这样子 但不过是 陆生的话会很期待是上课 老师上课 然后他写 然后他回去 他会写出非常棒的一个报告 出来给老师 这是他们习惯的一个方式 所以台湾学生 我觉得比较自主学习 当然这个跟个人的个性很有关系 就是他真的很用力在学的话 那他就是自主学习能力会非常好 但是撇除刚刚 就刚刚文涛老师讲的 就是其实有一票人 其实他是不太 已经不太把学院当回事了 对 这是真的 我觉得其实都很难一概而论 就是比如说大陆学生 有好几种的 普遍而言都很努力 都很认真 都很好学 但这里面你能够仔细区分 就是有没有真正好学 跟 其实没那么好学 那什么叫做没那么好学 但看起来又很好学呢 意思是他上课都上满的 不会缺席 意思是他教功课很准时 他听课很认真 他也读书 但实际上他不一定太有兴趣 他在读的东西 他是有别的目标 而那个目标非常清晰 就是要拿到这么一个学位 那么为了要完成这个目标 他这个目标所要求的 所有该要求的事情 他尽量都做到 那么比这种招一点的是什么呢 他也是要来完成目标的 他也许也很好学 但是他在想 会不会有别的方法 让我能够达到同样的目标 于是就会出现 我们常常在香港或台湾诟病的 就有陆生有时候有抄袭啊 或者是这种行为就会出现 那么但这我觉得是少数 好那还有一种少数是怎么样 就是他真的非常好学 他就是喜欢读书 他就是要追求知识 那么这种呢就会很拼命 但我想说的是 这种如果他真的是这种学生的话 其实三地都差不多 三地都差不多 所以这种人在哪都是少数人 所以你看我因为是隔岸观火 所以我感觉到的就是很不同 我现在模糊感觉到啊 大陆的年轻人和台湾的年轻人呢 实际上很不一样 比如说我得到的第一个信息呢 有一次我跟台湾的一个电影人 焦雄平 我们在做一个节目 就在讨论说大陆啊 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就是逼婚啊 父母亲就是要逼婚啊 就怎么怎么着 就是这种现象 甚至要租个女朋友回家过年什么的 焦雄平就是说 他说他觉得现在台湾的年轻人 没有这个问题 这台湾的年轻人好像比咱们怎么说呢 他的父母也不会保守到那个程度 不会干涉子女的这个问题 就是他活得比较自由自在 然后呢 另一个就是我看到第一届的路生 你知道很有意思 第一个 当时在这个城市里 只有他一个人报台湾大学 被录取了 然后你知道当地台办的就来了 因为他是第一个要去的 台办的先要对他进行一些教育 比如到那个地方不要做间谍啊 然后你要代表这个大陆的形象 到那你你要注意一些哈 什么的 于是他去了之后呢 那边的同学也问他 说你们那里那个厕所有门吗 然后是说是不是你们家里都挂着毛主席画像啊 什么的 他也觉得很奇怪 然后说到大陆的这个贪污呢 他说的也很正确 他说极少数的官员还是有贪污的 什么主流是好的 然后慢慢的但是融合到一起啊 他就发现挺有意思 但是他觉得 他觉得大陆的学生比台湾的年轻人有点紧迫感 比如说到三年级就讲的 哎呀要找工作呀 对 或者将来怎么办呢 他觉得在他眼中的台湾年轻人就是玩 甚至这个概念都不一样 我跟你说一文道 我跟你讲一词热血是什么意思 你听到热血对咱们来说有一个特定的概念 他说但是 他说我怎么跟着台湾那帮同学就一定要买个机车 说然后说半夜两点就从这个台南去高雄 这才叫热血 那个叫热血 然后就说叫夜冲 这叫夜冲 说半夜两点到阿里山看日出 骑个机车到阿里山看日出 第二天晚上叫夜唱唱歌唱到天亮 第三天晚上泡夜店喝酒混到天亮 他说这叫热血 说台湾学人说你怎么没有热血 他觉得很累啊 熬得头疼 可见血不够热 对 但是台湾的年轻人就是这个叫能拼 跟着我哗一沙子几百里路 他就管这个叫热血 你觉得我说的有点有点意思吗 是 但是我觉得这跟他的学校可能也有点关系 台湾现在有一个状况 就是台湾人没那么多 孩子没有那么多 可是学校非常多 所以每个人都能够念大学 百分之百的升学历 几乎是百分之百 那所以就是说当你在高中考大学的时候 你如果不是说我非要念台大正大师大不可的话 那其实你基本上是有个学校念的 那那个竞争的那个感觉就不必那么激烈 所以大家的那个性格呢 其实就是说像我们在博士班的时候 博士班也是会给成绩 可是博士班就五六个学生 我们不太会说跟人家问说 你几分 我几分 但陆生会 对 非常介意 他会说你几分 你几分 那老师就跟我讲说 老师有时候跟我分享 他就说 后来因为去年在正大新闻博士班 第一次陆生的人数超过了台湾学生 因为老师说正大新闻博士班要念非常久 大家可能算一算那个投资 盖饼 觉得不是很那个 不是很和善 对 所以后来就人就变比较少 老师说 不太好意思在陆生前面去称赞某一个学生的报告写得特别好 因为其他学生会私下写信问老师 我哪里不够好 今天你没有表扬我 那他会想要 当然第一个他讲话很直接 那第二个他可能希望自己更好 那他是一个这样子一定要逼迫自己更好的那个性格 其实就是我作为一个陆生 我个人呢 说心里话 我是很喜欢台湾年轻人现在这样 我喜欢像他们那么热血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喜欢这样子 就刚才啊 我们跟一个德国人聊天 就是雷克 那个老雷啊 你知道他就讲到一个啊 很有意思的现象 他觉得中国啊 他在德国生活啊 但是他觉得德国 德国人现在不像中国人那么恶 他用了一个词就是这个恶 他说他 其实他觉得在德国挺没意思 他倒觉得现在中国人啊 就是那种企图 在台湾人叫企图心啊 企图心 野心 要做什么 就那种那种恶的感觉 他说他觉得现在德国就是好像 哎 法治也很健全 保障也都挺好 所以这个人呢 就显得有点这个无精打采 叫他觉得就不够恶 其实我到台湾 我们的感觉 就像是从一个心力交瘁的战场啊 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这也是有的陆生 给我讲到的这个体会啊 他甚至就说 他在台湾过久了 有一种感觉啊 这里真的就是 就叫不知有憾呢 遑论未尽呢 就是哎 就是你觉得他这个地方的人活的啊 悠悠闲闲 而且这个彼此之间 也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强的竞争心 哎呦 我就要超过你 或者是整天觉得 自己很差 好像大多大家讲究的是怎么玩玩啊 享受啊 可是这个事情是有代价的 就是说 中国现在的确像个虫名一样 你说的这种很抽象的竞争 固然有你甚至连排队 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开始排队 但是你又不小心 你就会发现排在你后面的人 忽然两三个人都横排了 开始跟你 你要随时要注意他们 要超过你 那你随时都在竞争之中 但是呃 所以陆生也得竞争 也得拼 他们很拼 可能三年级 大三就开始在想 将来要找工作 对 呃 研究生的时候 一不进去 就在想着将来要到哪去教书 或者到哪去高就 全都这么想 台湾孩子不会这么想 香港孩子也比较不会 但我觉得台湾年轻人 要比香港人还要不会想 这种很实际的问题 嗯 但这个代价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你想都没有用 啊 我觉得这个分别非常大 有一种无可奈何无利的 台湾今天的社会 它的经济过去几年 我们都知道 就台湾呢 你们叫什么 呃 有一个数字 是讲大学毕业的月薪 对 平均月薪 那个月薪是十年都没怎么变过 22k 22k 十年都没变动过 跟凤凰卫视一样 跟凤凰一样 对 薪水不变 这个 这代表人情都在 然后呢 呃 每个孩子出来 你大概会到社会上什么位置 你能往上走多远 已经看到头了 已经看到顶了 那么其实日本或者很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这样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你那么拼干什么 你那么努力 当然你可以说我努力一点 我或许有机会 是会有 但是没那么多 所以说 我觉得在台湾 只剩下极少数是念台大的这种学校的孩子 非常知忧 有条件 有背景 他会拼 因为他拼 他知道他有机会 他能上去 那绝大部分 像刚才说 百分之百都在念大学的年轻人 里面我想百分之九十以下的人都在那边的等着去热血 去热血 去去阿里山看日出就算了 要不然你干嘛呢 你能怎么样 大陆情况不同 大陆的情况是 虽然这几年经济上有有问题 但整体上整 大家感觉还在往上 还在往上升 机会很多 你有拼的机会 你觉得你拼一拼你会更好 对 过去我觉得不是台湾人最爱唱什么 爱拼才会赢吗 是八十年代 我觉得那是八十年代 就是他整个社会的背景是不太一样的 当时台湾的经济正在起飞 那也就是我们爸爸 我的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 那当时他不管念的好念的不好 他的流动性 他整个社会阶级的流动性是很高的 你做生意可能致富 你不会说像现在这样做生意 你也开始从小业务做起 小业务你上面还太多人 其实你那个成功的机会不太高 不过其实如果在学院发生 像你的目标导向 比方说陆生目标导向太严重 他其实有个问题 比方说有些陆生来台湾 他找教授 他不会用他自己的 喜欢的兴趣领域去找 他会找在大陆比较有名的 因为他拿回去之后 他比较好使用 这是一个另外一种隐忧 因为其实你真正喜欢的是A 你怎么去学了B 那慢慢的久而久之 他其实会变成一个 非常同质性的一个对你说的太好了 我觉得这就是低端的表现 当一个社会处在低端的时候 他就比较的用别人的标准 来衡量他自己的成就 就是说实在话 就像有些中国父母说的 说现在我们还没奢侈到 为了自己的喜好去用功 我们现在就要成功 我们什么能成功 所以对一个孩子来说是 过去你看我报大学的时候 就是你报财经 学财经 他幻想财经跟钱有关系 对吧 报经济系 那个时候正是时髦报经济系 那个时候我知道 你说班里同学 谁喜欢经济 大家要喜欢都喜欢看小说 喜欢文学 喜欢戏剧 喜欢什么的 但是很少有这样的 甚至你像我哥哥那个时候 就比我更早期的时候 他本来想考中央美术学院 因为他喜欢画画 但是呢 那个时候讲究功科 那个时候最时髦的是功科 觉得你学画画 这个什么出息呢 会饿死 对会饿死 你要学学学学工啊 而且那个时候还有叫国家的号召 就祖国需要功科人才 好像毛泽东就说过 我们需要理工科的 理工科是建设祖国的 你们这帮学文科的 除了给我捣乱 没什么好处 是吧 那么思想还不同意 你看整个就是说 我们经历了一个 从国家意志到个人意志 都是为了什么有用 什么能成功 什么能出人头地 所以像你刚才讲的很好 选个教授 我不是说我喜不喜欢他 而是我回去吹牛 我是不是有个经历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招牌 说实在话 我今天站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到台湾的路上的角度啊 我觉得这个标准 也是比较low的 我们也是需要 就台湾哪有点颓了 嗯 但是我们呢 也不高 说实在的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咱们郁姐又讲到一个 我爱听的点啊 是什么点 啊 台湾的博士班的老师 有特别提到一个现象 就是台湾生跟路生 特别容易一起谈恋爱 那个原因呢 就是两个地方的文化相近又相译 所以特别有那种吸引力这样 其实在我们博士班就有台湾的女生 嫁给了大陆的学生 就两个都是博士生 哦 台湾女生比较喜欢野心勃勃的男生是吗 他们是说 呃 那个女孩子是说 因为现在台湾男生很多草食男嘛 就看起来非常斯文 但是在大陆的男孩子里面 还是比较有男子汉子气概一些这样 哦 而且你看 我刚才注意到一些 他第一次来来大陆 第一次来北京啊 我说来 他说来之前 人家就嘱咐他注意到了北京 要厉害一点 是不是 要强悍一点 要强悍一点 这关都是每个人如狼似虎 看到出租车马上进去 不要被人家剥掉了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一个要讲究霸气嘛 是 要要斗嘛 对吧 但是你文道你觉得哪个好呢 你喜欢生活在哪呢 老实说我真的喜欢生活在台湾 我也觉得在台湾生活会比较舒服 但是我会觉得 台湾是让人担忧的舒服 就比如说像刚刚讲台湾的年轻学生我也接触不少 我真的会有时候会替他们担心 因为他们那种没有往上竞争的这种意志跟能力 这也就罢了 但是现在有时候还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 好像大家都在混就算了 混到一定程度是 我有时候在台湾去演讲或者是跟一些台湾年轻人聊天 你会发现他连话都说不好了 是 这个我觉得最明显如果 什么叫话都说不好 比如说我们参加一些座谈会研讨会 在大陆这不是很多年轻人还是会来听吗 对 会举手会提问会会给你意见 通常呢 至少言语上面文法上面很利落很流畅 但在台湾呢 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年轻人 他私下也好公开也好 他说话就会然后然后然后这样子这样子 然后然后 说了一句话 五分钟他要说两分钟 然后但是很多联系吃 但他联系什么你不知道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 就是我常常都发现说奇怪 陆生怎么特别会说话 可以站起来 不管他脑子有没有东西 他讲话起来好像有个样子 是啊 你会被他的那个气势整个震住这样子 对对对 你没见过陆生都会演讲 非常厉害 是吧 上去一套一套的 说的都跟国家总理似的 是吗 在台湾这边是 台湾是我们不太喜欢在课堂上面举手发言 我们很怕跟人家讲的东西不太一样 引战的话呢 其实大家不太喜欢跟人家战 如果是网民的话呢 大家可能在网路上挺会写的 但是你要他这样面对面的时候呢 他其实就比较害羞 比较低调 没有这么像 我就刚刚讲的陆生 他其实不怕跟你战 你的观点跟他不一样 我就跟你讲 讲讲讲 讲到你通为止 但台湾人是不坏 你不一样 那算了 所以我觉得台湾让我很忧虑 就是他一方面很像现代很多国家一样 就是在网上社会很发达 网上公民社会很发达 网上大家可以 你来我往很流畅 但是一见面就完全大家都是躲起来 一直害怕 就像玉姐刚刚讲那个情况 但是你你这个情况为什么让人忧虑 因为你又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你比如说在美国或者在欧洲的话 他们是网上也很发达 网下也很发达 该是什么照说 他不想为什么台湾这几年 整体社会就是那么的害羞 内向 然后所有的利器都是在网上发泄就算了 然后大家都好奇怪 我觉得好奇怪 不够强悍是吧 也不是 而是有种有种气不顺的感觉 萎靡不振 对很奇怪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就现在台湾人已经不是我小时候 在台湾的时候所认识的那个 人的变化真的是很大 变化很大 你看我那天我还说我看这个侯孝贤的悲情城市 那个是二二八 那个时候的台湾 那个时候的人呢 还是什么人呢 你看那个时候就留下的那个遗言 死的人 你看他那个有很多写出来的字 你看还写的 你今天的台湾年轻人不可能会这么想问题了 叫什么生离祖国 死归祖国 什么生死天命 无想无念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精英 台湾的这个精英 他们的这种想法 而且好像那个时候台湾曾经是很强悍的 是 台湾 我小时候都还很彪悍 很彪悍 其实侯小贤身上就很 他就那种草莽 那种很彪悍的东西 台湾男孩子说话声音也都变了嘛 我记得我小时候 就我想 郁姐我们跟我年纪比较差的比较远 我大概能生他出来 看一看 我在台湾那个时候是 台湾男人说话 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 当时已经觉得台湾女孩子比较嗲 比较娇柔 但是也没今天厉害 后来呢 是逐渐的所有的男孩子说话 男生说话 也都变得很像女孩了 像比如说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说话绝对尾音不会出现 这很好吃耶 我们会觉得这样子说话是女孩子说话 是 那个时候我们男生不这么说话 但是后来是整个变过去了 好奇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其实像不要说台湾 其实韩国日本最近流行的那种男偶像 对 都像女的一样 对 都像这一条 女孩子 台湾的女孩子倒是有越来越强的感觉 是 就是她整个的角色就翻过来了 我觉得这其实挺可爱 我觉得挺可爱 但是问题是我只是觉得 这种女性化不是男性女性化 女性男性化 这完全不是问题 甚至好现象 但是问题是在于 比较内向 就是整个往内缩的 往有点内捏起来的感觉 台湾 所以就是给人感觉像世外桃源 像与世隔绝 对 所以为什么就进了台湾 给人感觉像他跟世界无关 一个小岛上的人 过着非常舒服的 非常舒服的小日子 就是你到那度假是很快乐的 但是天天在一起 其实有时候媒体的角色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其实前阵子 我们一直在讨论台湾的媒体 永远都琢磨在一些非常小的地方 女生怎么样要上媒体呢 最简单你就露胸嘛 对你说 你说那缸纳影展 我们其实报的不是不多 我们报的是 缸纳影展上面有没有女生是暴露的 那其实你如果 把所有的版面都放在这些小事情上面 那谁家撞了车啊 谁家养了一只会说话的鸟啊 每次都在报这个的时候呢 其实你的视野就不广 那些自信心 自然而然就是台湾 跟你说不一样 其实台湾不光是什么台湾之光 台湾曾经是中国之光 你想从这个文化上讲 咱就说什么 侯小贤 杨德昌 罗大佑 邓立军 这个给这个中国大中华的这个文化呀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一个地方啊 对吧 一个小岛上才多少人口啊 我觉得产生出来的这个俊杰啊 平均 这个是小岛上的